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白天了 法国巴黎法院裁定对圆明园那个鼠头和那个兔头那个铜像能不能被拍卖做出宣判 法官认为请求人就咱们这边请求的是这个组织叫什么呢 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 这个组织对于本案没有直接请求权 驳回他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 并赔偿两个被告方各一千欧元 还要赔钱 当然你官司打输了嘛 但是呢中方的这方面的这个律师啊 咱们就是对这个结果呀 早在意料之中 认为就是说即便这个官司知道这个官司很难赢 但是即便是输了呢 咱们这边的目的是那个唤醒国民吧 而且同时教育法国人民 让你们明白这玩意是抢我们的这个拍卖 不地道 他们认为这个目的我们也达到了 嗯 那至于那个法方呢 他是什么呢 本来叫在2009年2月23号到25号 在巴黎举办这个加世德拍卖行专场拍卖 拍卖就包括所谓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 流失海外辗转多年的鼠脑袋和兔子脑袋同像 拍卖估价均为800万到1000万欧元 总价高达人民币2亿元 嗯 这消息中国民众热议啊 你们也也也也留意了吧 这件事情啊 里面很多讨论啊 很多细节坦白讲 我看要专家才看得懂 像有一方面的专家说 其中有个很技术的困难啊 你怎么证明那个两个头像 或说其他的很多的文物真的是被藏走的呢 他说那时候啊 其实那时候啊 有人这样说 那些头像已经坏掉了 已经拿了下来 要修理 然后又没人修 然后放在仓库里面 然后你要证明说 你放在仓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能是当时有人大化私有这样说啊 可能是齐夕太后缺钱用 暗暗把它卖掉也可能 有人可能有个太监 把它卖掉也可能 也有可能当然是藏走的啊 这个你在法律上面 你怎么证明呢 这个这是一个 另外你也说了嘛 当法国的法院是说 现在的所谓的原告人啊 没有这个直接请求的基本的立场嘛 不是换了原告了的吗 不是换了这个 这个爱心觉罗家族的的吗 不是 爱心家的后来又不是了 对 爱心家的中间经过一手 爱心觉罗东清会什么的 拉个机构更没代表性嘛 那些香港嘛 而且对 那个一定要官方一个出面啊 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官方出面 为了种种理由啊 那个立场就弱了 坦白讲我为这个事情 教了北京大学龙新江教授啊 搞东黄学的是第一把手 中生代的教授 他说这个事情啊 以前也发生过啊 有个美国律师 跑来找了敦煌的人 或者说也找了很多专家 就说我衣物替你们打官司 看怎么样来拿回那个流散在外面呢 东黄的保障文物啊 结果也是弄了半天 结果官方的人啊 没有出来 也是为了种种的理由 也不了了之啊 那个事情 背后这个很多自己的这方面啊 由谁来出面呢 怎么样证明东西是备厂呢 等等 其实没有准备好的话 下一步的法律程序是不太容易进行 也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值得我们讨论了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国家不出面 你看我们国家明确表示 国家不出面这个事情 因为你国家出面的话 你这个里边就有个很微妙的概念 就是说一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文物 它属于中国 但它不代表是政府财产 政府跟国家之间是有一个微妙 尤其在外国的法院的逻辑来看 你说它是在中国土地上 是中国人民的保障什么什么 都可以成立 但是它的所有钱不一定就属于你现在这个政府 只有像刚才讲的 你有明确的证据说 你当时是法国的军队 把它拿走了 那我现在是国家对国家 你抢走了我国家的东西 你是个国家行为 你现在没办法证明它这个东西当初离开圆明园 几经转折 是不是 当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事实 但是火烧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军队把这个东西拿走 就像他刚才说的 你没有实际的证据的话 他就可以说 为什么你想我们国家的政府当然替中国的文物走响 他们要是有足够的法理依据的话 他们当然会出面 为什么他们不出面呢 这就非常有意思 我怎么听着这事好像跟物权法有关系呢 你看他能够接受说 你有清王朝的人你可以提出诉讼 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你这个皇家花园嘛 你这个财产是属于皇家 我们这样倒过来打个比方了 维也纳的美权宫皇宫里面有一个明代的房间 全部是清花设计 那假如说里边的有一个中国碗之类的东西 不知怎么转折到你德文涛家里了 那你也当作一个宝藏收藏者 那你说奥地利政府能不能向你说取呢 能不能说这个是属于奥地利的文物 但是你们说这个事儿啊 肯定有些爱国人民就要痛扁你们了 那当然 加上我们这个屈辱的历史啊 这个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那还不是抢的 虞果不都写 控诉过嘛 说这个法国人你们 火烧圆明园没错 但是刚才的技术问题就在 他是不是他们当时抢的时候这个文物是他们抢走的 对呀 他火烧圆明园可能是没抢这两个 别忘记很多喜学家后来也说 哎 火烧圆明园之后 当地的北京的老百姓也去拿了东西啊 去进去拿了一些人家 拿走的东西 没有 我绝对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假设是这样 对 我意思是说 在法律上面啊 你要证明 因为我刚也说了 有一个可能性 真的是那个可恶的英法联军 讲起来就咬牙切齿的 去抢走的 可是你法律上要证明啊 那法律上你证明不了怎么办呢 而且有没有国际法来弄的95年起来 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引用一下 他这个大官司 大家光知道就说法国法院驳回了 他具体的这个辩方就被告的是贝尔杰公司和加什德公司嘛 这家请了四个律师 也是非常有准备 你听他们的理由啊 他们就说 一个就是归属 从文物归属全着眼 就现在的这个东西的物主是贝尔杰 对吧 如果对文物来源有问题 那么他辩方的观点啊 应该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文物管理部门才能充当原告 辩方一位律师指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原则发言 表明了正是国家才有权对这两个文物提出所有权诉讼 而中国当局目前没有明确介入和表态 十分谨慎 所以这个原告方要求的禁派令就很不合理 他就认为这个协会本身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文物 所有人来进行诉讼也没收到中国政府的委托 而且呢 法国你看他这一个律师引用法国和国际判例 说即使原来是不动产的物品 一旦脱离了载体 就等于你脱离了圆明园那个建筑 对吧 就可以视为不动产了 那即使国际法都指明在这个情况下 东西在哪里就按哪里的法律办 然后一位辩方律师说谈到了这个国际公约文物问题 国际公约有 但是有时效问题 1860年发生的抢劫案到现在时效已过 他就说呀 法国你这一些大博物馆的馆长实际上对这个官司感到非常紧张 说是一旦这个官司有问题 他们馆藏的这个文物都危险了 所以法庭必须考虑这个现实问题 而且呢 你知道啊 这里边还签出这个事 以前不还有几个脑袋吗 什么码头啊 牛头啊 什么的 在香港卖了那么那么多钱 保利又买回去 后来那个码头 不是说何鸿燊老爷子 国商人 花了这个六千多万港币 买了 献给国家 对吧 但打官司人家辩方律师就讲了 说其他几个兽手在香港拍卖 中国集团和富人高价买了回归中国 那当初为什么不提出诉讼要禁拍呢 现在在法国要禁拍 当然他是辩方为自己辩护 就是这么个观点 是啊 那个当初因为有前例了嘛 有拍卖了嘛 而且拍卖这个很大的关键在哪里呢 你说的公约曾经有几次 70年代有 1995年有 在意大利 我也特地为了谈这个题目 去看了公约的条文 很有意思 其中有几点讲到时效性 辩方也讲了 另外说什么呢 就算他要归还 他拥有那个东西的人 也应该获得补偿 不低于他把这个东西去给别人 而得到的钱 这个概念等于是说 就算你要他拿回来给你 也要付他的买家 对 也是要付钱啊 那这样的话 让那个东西啊 结果可能也是那个付出的钱 跟在那个拍卖市场的钱是一样的 甚至他可以跟你勒索 要更高的钱 所以说这个中间是有头 也不是说你要他还 他就无偿还给你 那这个事情是很矛盾 我当我看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 那个他 你知道希腊那些这个 那个阿波罗神庙里面最重要的那些雕像 没了头的那些 都在大英博物馆 埃及的那块石头 就是最后人家来辨认埃及故文字的那块石头 也在那里 当然也有中国文 我看那些的时候 我的基本的想法 我是不同这些法律的 我的 我的是个比较不打手规矩 我觉得这些人家的东西 你英国人抢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抢来了 抢来以后你建立了这套 我们现在讲的所谓法律概念 私有概念 都是西方的一套法律概念 对不对 说到底对他的有利的 但是 这是大原则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是我的大的道德的 但就这件事来 我有两点困惑 哪两点困惑呢 第一点 这个两亿 这个估价是怎么来的 嗯 你知道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讲了一句话 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表态 嗯 不管主观动机怎么样 客观效果 大大抬高了这两件物品的价 哎 我觉得这回国家文物局啊 他还是 怎么说呢 这个发言人呢 咱就不花冤枉钱了 说啊 我们对这件事 不予理睬是最好的方式 说以后国家文物局 也绝不会花钱去购 就警惕有人利用我们的爱国热情 人为炒高他的这个价钱 然后让我们国家吃亏 你想 一个东西价钱也高 谁吃亏呢 就是想要得到他的人吃亏 嗯 谁占便宜呢 就是拥有他的人 占便宜 那这些拥有的人 他现在就坐地要价了 甚至提出说 我还给中国没问题啊 你们要让这个那个打赖回西藏啊 是吗 哎对他说这个是 还这么一个 他就提出这种条件来 他觉得中国人 你们这么看重这个东西吗 他就可以坐地要价了 那另外一些人价钱也乱飞了 嗯 还有的更妙的是 你已经买的这些人 价钱不也上去了吗 你急着要的老百姓 我们群众的爱国热情 所以这个事情再推下去 就是我第二个问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几件东西成为咱们国宝的象征了呢 哎 这些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东西 他在中国文物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呢 什么时候全国人民 中国在海外的文物啊 几十万计 比他有价值的不知道多多少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几件东西 变成了我们大家网民最关注的焦点 这个背后 有人说过一句话 很多事情看上去是政治 其实下面都是经济啊 哎呦 说的人不寒而栗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也有一些这个玩古董的朋友啊 有些也是就是海内一流专家吧 那私下里听他们聊啊 当然咱们是外行 我不能确认他说的是真的 所以我们就说假设 假设啊 一切都是假设 假设是这么回事 假设圆明园的这几个脑袋 对吧 当年就是法国人做的 对吧 他没有什么艺术价值 他是个那个水龙头 喷泉的那个水龙头 对吗 那么这个东西假设不是个国宝 什么是国宝 那就和你比如说这个 范宽北宋西山行旅途 在这个北台北故宫博物院乳窑 那叫国宝 对吧 这个东西算不算呢 有争议 这我不懂啊 那么假设有有一个人 手里有这个东西 假设他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交易的价格才十几万 那么怎么办 我要赚钱 于是呢 我这个就要操作 我这个东西到了香港 嗯 然后呢是我要喜欢 反正至少从他的动机上讲 我喜欢你中国人民势在必得 嗯 所以你才能拿出几百万 上千万 这拍卖场上最喜欢 那势在必得的中国 好啊 势在必得给你举啊 嗯 好 你这个养我国威了 你你你你回去了 那么这么 假设是这么一件事 假设是做局呢 嗯 那么你这个东西 这就赵本山找示范过了 嗯 嗯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事我不懂了 我我真是一个外 所以呢有眼光的盗窃犯呢 现在应该去偷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 嗯 天安门城楼的灯笼 不是 能随便让你们外国人偷走的吗 就是说啊 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多这个中国人 打官司这些人呢 他这个确实爱国这个热情 对对对对 是可嘉的 过去以前好像听介绍过去也帮助中国挽回过一些这个文物 他们是真诚可能真的是要这样做 可是问题在于还是国家文物局的人讲的呀 美国事体 avez强武所行为 禁防被人利用的 不利用 我想起以前的上海牛芒啊 杜乐森说 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 怎么就利用价值呢 的确是随着时代而变的 你说本身那几个脑袋 有没有艺术价值 这个艺术价值跟价格之间 其实完全可以分离 我举个例好了 敦煌的宝物 我们说敦煌是国宝的 东西的 被人家拿走 很多材料 当时是什么 废子 这是废子 当时一些佛经 一些连环图 一些小学 一些小孩子读的东西 他楼在拉边藏经洞 后来经过几百年 上千年过来 那变成国宝了 又被人家拿走 拿走以后什么意思呢 拿走就是说 他累积了我们的伤痕 其实是我们的感情里面 感情也值钱 中国人的感情 感情无价 马博士说的就是控方观点 就是这些爱国的中国人 打官司这些人 他就说的确有些文武专家说 这不是国宝 但是人家这个律师讲了 说这不是这个问题 说这里边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是感情这个事就是 就没价钱可说 所以人家才给你开这么高的价 感情价钱 我越喊价 感情深一口闷 你说你这个房子卖不卖 你说这个价钱 市价是多少 可是我是在这里结婚的 我是在这里生孩子的 我对这个房子有感情 那你说的清楚吗 对不对 你中间 这几个头 现在它的感情价值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这个东西 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记忆 对不对 所以你一般来说 就是文物的价值是 第一 它跟时间成正比 你越久 你就是汉代的垃圾一块砖 现在都是很重要的价值 第二个 那你是在美术史上 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一个时代的 有些 像人家说汉代或去兵墓 那这不得了 对不对 它既有美学价值 又有那么时间久远 还有一种 特别case就是这样 我讲极端的说法 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了 然后圆明园的这个头了 这跟我们民族国家的一些 特别的记忆有关 但这个东西真的是跟一些 就像你刚才 跟一些过程有关 其实真的 有时候真实通行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芝加哥有个Art Institute 艺术学院 文艺多以前留学那个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的东方部门还没开 但是那个馆长呢 那个时候就请我去刘凡 刘在富 我们就找我们去 还没开 就让我们到下面去看 看他的馆藏 那就赵蒙府啊 迷府的那些东西都在 然后他们 他们呢 还专门找博士生 那些美国人 专门为了这一幅画 或者那几个画 找博士生 就是懂这些东西的人 然后这么 所以我到时候看 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 我没有机会看到过 这些远见啊 你在悟空你能看到吗 对不对 反而是在芝加哥看到 而且近距离 就守谋到 他当然旁边 有美国博士生看了 他当然也相信我们 但然后就去看 他那个馆 那个藏的地方 那你说 你要讲民族情绪 那个时候还真有 那有的 他每一件东西都放在那里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说明 就说他 1920年天津火车站 一千美金 够得 然后几几年转尾 谁是谁 几几年有谁 赠给这个博物馆 那就 然后那个 1914年 什么什么什么码头 什么地方的 什么人买的 全部每个 上面都有这个历史 当然我们的 直接的反应说 这帮强盗 帮我们好东西都抢来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像以前有一个很经典的 关于中国文物 被藏着的文物 回到中国 这是几年前 2005年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英国的留学生 在那个 菩萨茅斯港 港口走过 经过前面那个港口 看到一个钟 大钟停在那边 下面还写得很清楚的 当年在天津 唐沽炮台那边 抢回来的 是拿回来的 当然不是用料 抢就拿回来 他就很不爽快了 心里想就 那不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吗 别人要常走 还公开放在那边 还写名 把我们的起路写在那边 他就很不爽 那这个留学生不舒服 怎么样了 回家写个信 到中国 他找了那个叫 中国古中博物馆的馆长 找到这个地址 寄个信去 告诉他有这个事情 那刚好武中博物馆这个馆长 是唐沽人的感情 从我们的天津那边常走了 就找了当地的一个负责文物的领导 就是叫荣兴海 然后他们就想个办法 后来用了一个策略是怎么样 找了当地英国的华人的议员 小义大义民族感情 老兄 是你为国争光的时候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那些人懂行情 他们知道哪个机构是管这个东西的 然后那个机构又有两个委员会 假这个委员会 请向保持那个文物 绝对你跟他联络 不会还给你的 OK 那个委员会是比较中央的 权力比较大的 我们不找他 找另外的乙的委员会 那个委员会比较请向地方选举的 然后那些议员 地区发动华人 签名联署 还有找同情这个情况的英国人 跟那些地方的委员会来弄炒作起来 然后果然炒作起来 媒体一炒作 中央那个委员会也怕了 也开始愿意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那个大钟放在当地的市政厅的门前 市政厅有一张油画 油画就画了那个市政厅门前广长的样子 油画就有这个钟 把大钟还给你我们怎么办 那些华人就很聪明 别的本领我们没有 中国人我们做一个仿制品 是一定拦不到我们 他弄了一个阴谋一样的钟 然后送你过去 然后把假的放在那边 当然你公开说 这些仿制品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什么故事我们说爱国感情 其实是